在智利,尽管接近40%的人口已经接种了两剂COVID-19疫苗 但是该国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仍然被禁闭 这是因为病毒继续大量流行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,政府也将从明天起实施健康通行证 持有健康通行证的人将被允许自由外出 他们甚至被允许捉摸到本地区以外的地方旅行 这是一个让人高兴,当然也让人恐惧的措施 在圣地雅各市中心70岁的尹内斯队以健康通行证的宣布感到非常高兴 他说他非常高兴,因为他一直不能去他的第二个家 现在终于可以这样做了 50岁的克里斯蒂安也希望能获得政府发出的流动证 他说他本来不打算接种疫苗 但这个宣布改变了他的想法 他准备走出那一步 卫生工作者很担心这一措施会鼓励病毒的传播 全国富士联合会的阿塞路易斯埃斯皮诺沙告诉这个一家广播电台说 这个公告令人困惑 在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的情况下 允许人们有更多的流动是荒谬的 在疫情大流行开始前相比 住进重症病房的病人比以前超出百分之三百 过去两周致力的COVID-19的病例数量一直在上升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